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定显示器支架品牌乐哥 指定板卡品牌七彩虹 剧名赞助播出 大家好 今天英众文化为大家复盘的是 2015全球总决赛 小组赛第一轮 FW对着COO的比赛 BB方面 FW搬掉了近期大热 但自己不擅长用的蜘蛛女皇 并针对对方AD 搬掉了寒冰射手和复仇之矛两个英雄 而COO方面 先搬掉了 这个版本红色方B班的金属大师之后 针对FW的carry点 打野 分别搬掉雷克赛和酒桶 选人阶段 FW毫不犹豫地强调船长 COO不甘示弱 强调露露和盲僧做出应对 FW随后拿出诺克萨斯之手上单 确定了船长为中单 又锁定了暴女做AP伤害填出 COO继续选择金克斯 牛头 确定了一个偏后期的打团阵容模板 FW收尾选择了维鲁斯和莫干纳的下路组合 在强化了阵容的poke能力的同时 补足了反先手能力 COO最后一手选择了纳尔 既能有很强的打团能力 契合阵容 又能很好的对线落手 阵容分析 FW是一套标准的poke阵容体系 在游戏中期非常的强势 且滚雪球能力强 维鲁斯和莫干纳的选择 让这套体系不再那么惧怕强开团 能否平安过渡到强势期 是这场比赛FW取胜的关键 COO则拿出了一套 在春季赛版本时 虽然用烂了 但却十分完善的金克斯 录入体系 毫无疑问 比赛进行到后期 这个阵容相对更有优势 但虎牙前期能否成功运营 带气节奏 压制住FW中期强势的一波 才是最大的堪点 比赛开始 开局 闪电狼中路及下路三人 入侵红色方 蓝buff野区布置视野 却被虎牙的视野提前发现 牛头卡视野埋伏一波 莫干纳惨遭毒打 交出闪现 双方上路均传送支援 但是闪电狼方面 打算魔爪挖开的暴女 并没有到场 人数劣势的闪电狼 一集团 二换一虎牙 但是中单船长拿到一席 最后双方正常兑线 芒僧红开 但值得一提的是 船长面对路路兑线时 补刀十分艰难 而芒僧更是将第一个蓝buff 让给路路 依托着一席的经济支持 以及暴女时常帮助推一波线 船长勉强地在线上发育着 暴女和芒僧几乎是 镜像一样的刷野路线顺序 在己方野区刷野 很少暴露视野 直至十分四十秒 路路成功拆掉 闪电狼中路的外衣塔 十一分零九秒 暴女出现在上路 而芒僧则带领下路金克斯和牛头 趁着闪电狼下路控线时 轻松收到第一条小龙 双方平稳对线 直至比赛时间十六分二十秒时 下路开战对拼 儿园